夏天到了高温动辄就是30度以上 让许多人热到受不了 纷纷的跑到凉爽的地方来避暑 而位在市场三楼的休闲中心 就成了避暑的好去处 不仅有多项运动器材可以运动 还有免费的冷气可以吹 不过医师也提醒 长期待在冷气房也是有可能中暑的 多补充水分才能够避免中暑早上升 位在第一市场三楼的锐龙休闲活动中心 周一到周五都有开放 里头运动器材还算多元 也有卡拉OK室等娱乐设施 不少长者因为外头天气实在太热 都跑来这里避避暑 也让休闲活动中心一下子挤满了人 吃得凉了 这里有的人要运动 有的人要唱歌 这里当然会比较凉 对啊 这里有点凉 来这里比较凉 这几天全台各地气温炎热 中暑的民众也变多 卫生所主任就表示 暴露在高热的环境中 如果身体调节散热的功能不好 导致汗流的比较少就容易中暑 而中暑常见的三个症状就是高体温 体温可能达39度甚至40度以上 第二个就是可能意识改变 第三个就是出汗功能变差 所以一定要记得水分要多补充之外 一天建议要3000cc以上 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在办公室 在上班的 在冷气房工作的 他就算在冷气房工作 或者会在户外这样 偶尔户外冷气房 在温差的状态之下 也很容易会有热伤害的出现 所以还是要多补充水分 不过主任也提醒 在忽冷忽热的环境下 也是有可能造成中暑的情形 所以千万别以为呆在冷气房里 就不会中暑 最重要的还是要多补充水分 一天最好要3000cc以上 就能摆脱中暑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